假如说今天这个资料表 我希望计算数量 就是把这个月份的那个数量 全部都加总起来 其实做法也很单纯 我们来去看怎么做修改设计检视 这个总计呢 稍微搬过去一点点 你会发现可能不是很好搬 而且搬过去的时候 它右边是不是也往右跑 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拉宽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靠右对齐 也就是常用这边 常用针对这个格子去做靠右对齐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 在设计这边再增加一个 例如说我要放的是数量 那这个呢 就直接把它换成数量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要结合式输入等于SUN 左花弧终结合符号 数量 那这个数量呢 稍微放大一点点 那这个也做大一点点 然后把它做靠右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这样子的结果了 所以直接点减4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2016年的1月 数量呢 259 就是它把这些数值全部都加起来 好 那我们找简单一点的来去算一下 像这个45加57 102 129 129 189 199 201 201 就是这些数值全部加起来 201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绝对不太可能 它会产生一些错误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 你大概知道说 原来这个报表呢 还可以经由一些调整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 就直接放上去 然后印出来 让日后的查询工作做得更好 通常这个报表 最后的结果是列印出来的